闪600外观风格上不同的经典的巡航 更贴近于哈雷的Sports S的设计风格 宽直的直板 单座 四处排气管 配上扎实的V4引擎 有很强的肌肉感 个性十足 相较于自家闪系列家族外观 闪600有着自己的独特设计 偏向运动化巡航的设定 闪600座高765 座高清和力十足 能够打破身高带来的限制 3.6英寸的圆形TFT全彩一刀 UI页面也很简洁 同时右手把部位按键可以进行自定义设定 仪表亮度有5G可调 即使我们在阳光充足的白天 仪表也没有反光状态 另外手机互联 拍压显示 PC 新型模式切换设定逻辑都很清晰简洁 椭圆式头灯 配合内部多颗透镜 科技感以及照明效果都还不错 前后转向灯也全部采用LED灯源 警示效果表现良好 夜间实测 近光灯照射距离 铺路范围都良好 亮度也较好 足够夜间行驶 这次的手把按键终于舍弃了通用的工模键 转而设定了与巡航风格所匹配的黑色一体按键 整体风格很大 功能齐全 同样带背光功能 蓝色底光 夜晚显示效果良好 闪600在邮箱的左前侧 还配备USB以及Type-C充电接口 作为闪600的最大核心 这台V型四缸引擎将整个机舱部位填充得很饱满 力量感十足 同时引擎两侧的镀铁空滤盒 也为这台引擎增加了不少质感 引擎上方的线数经过空滤盒 没有凌乱的线数陈裂 也让闪600的精致度提升不少 这款V4引擎实际排气量561cc 断油转速为1500转 最大功率50千瓦10500转 最大扭矩54牛米8000转 其最大马力功率爆发转速偏厚的数据 会让人误以为这是台高转引擎 其实不然 实际体验发现这台引擎天向6000转后的中高转输出 但它的低扭表现还是良好 在低转速时也没有拖荡状况 即便三档空油门依然可以依靠带速缓慢行驶 不会信我 可见低扭很强 就低扭的输出设定来看 要比同为V4巡航的黑气500越胜一筹 声浪是闪600的一大亮点 这次声浪调得值得大赞 澎湃又带有一点暴躁感 尤其是转动油门时 这种暴躁又澎湃的声浪非常上映 配合灵活跟手的油门响应 会让人不自觉有拉高转的冲动 驾驶起来相当带劲